好 想要抢便宜哦 除了早点加油之外 今天还有不少的民众 敢在台北资讯展的最后一天 来捡便宜 今年呢最热卖的 还是数位相机 还有智慧型手机了 尤其呢 今年最受到瞩目的平板电脑 更是吸引了不少民众的抢购 光是这次的资讯月 就已经全台销售一空 就是这台7寸大的 智慧型平板电脑 只要用手指触控面板 不仅可以上网看影片 还可以做文书处理 甚至打电话 比传统笔电功能还要多 是今年资讯月会场 询问度最高的新产品 它比较容易带啊 而且比较轻 事先自己有上网去看一下 对啊 然后趁着今天是最后一天 然后再敢过完现场看一下 对啊 看有没有更多优惠 平板电脑到底有多热销 厂商说资讯月展期9天以来 已经卖到全台缺货 虽然一台7寸平板电脑 要价近15000元 但整体业绩还是上看5000台 卖到昨天我们把中南部的货 也全部都调上来 卖到昨天就已经卖光光 所以昨天下午开始就开始 接预购的单子 想要相机吗 有味有便宜要买要快 最后一天啊 为了抢工商机 不少3C业者纷纷加码促销 像这台最新款的类单眼数位相机 除了标榜有防震功能 还有3.8倍光学变焦 可拍出传统单眼相机的效果 一天最多曾卖出100台以上 其实我已经来第三天了 我其实已经买过好几台 今天是来看类单眼的相机 应该有600台以上了 不加今天的 那成长快28 资讯月台北展期最后一天 刚好碰上星期天 再加上好天气 累计9天以来 参观人数已经突破85万人次 厂商普遍反映 业绩比去年同期成长一到两成 而接下来资讯月将移视到 中部及南部继续展出 记者赖水平旭启风 台湾报道